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光影流转》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肖申克的救赎,希望的力量 2.蒂姆·罗宾斯,从囚犯到导演 3.摩根·弗里曼,叙述大师的魅力 那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肖申克的救赎,希望的力量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经典电影,这可是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这部电影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尽管它以恐怖小说闻名,但这部作品却是充满了希望和人性的光辉 首先,让我们谈谈主角安迪·杜弗瑞斯·Andy Dufresne 他是一位银行家,被诬陷杀害妻子和他的情人,因而被判终身监禁 这里的幽默点在于,安迪在监狱里的生活比他在外面的生活还要精彩 你能想象吗?一个银行家在监狱里成了财务顾问,甚至帮助监狱长洗钱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安迪的故事告诉我们,希望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希望 他用一把小小的石堆,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挖出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隧道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肖申克的隧道却是用20年挖成的 再来谈谈安迪的好友瑞德,Red,由摩根,弗里曼饰演 他是一个老练的囚犯,对于希望这种东西一开始是嗤之以鼻的 他说,希望是危险的东西,怕能让人发疯 但最终,他也被安迪的坚持和信念所感染,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 电影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就是安迪在监狱广播里播放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那一刻,所有的囚犯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仿佛被音乐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告诉我们,即使身处囚龙,心灵也可以自由翱翔 这也许是电影中最具失忆的一幕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个经典的结尾 安迪成功逃脱,瑞德也最终获得假释 两人在美丽的太平洋海岸重逢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让人感受到希望和友谊的力量 总结来说,肖深刻的救赎,是一部关于希望,友谊和坚持的电影 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要放弃希望 正如安迪所说,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 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所以,无论你身处和地,记得保持希望 因为希望能带你走出黑暗,影响光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蒂姆·罗宾斯,从囚犯到导演 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 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你立刻联想到 肖深刻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中的安迪·杜弗兰·Andy Dufresne 那个在监狱中挖了19年隧道的银行家 今天,我们不妨从这个经典角色出发 聊聊蒂姆·罗宾斯从囚犯到导演的精彩旅程 首先,蒂姆·罗宾斯的演艺生涯 并不是从肖深刻的救赎开始的 早在1988年,他就凭借斗牛市 Bordorum中的棒球投手 牛仔努克·拉鲁什·纽克·拉鲁什 一脚斩露头脚 这个角色让他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 也为他日后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然而,真正让蒂姆·罗宾斯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还是1994年的肖深刻的救赎 在这部电影中,他饰演的安迪·杜弗兰 是一个被冤枉入狱的银行家 凭借智慧和毅力,最终成功粤语 这个角色不仅让观众看到了罗宾斯的演技深度 也让他成为了希望的代名词 有人说,罗宾斯在片中挖隧道的那19年 其实是他在好莱坞奋斗的缩影 一部一个脚印 最终迎来了光明的未来 有趣的是,蒂姆·罗宾斯不仅在荧幕上 扮演了许多经典角色 他在幕后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 1995年,他指导并主演了电影 《死球漫步》《Deadman Walking》 这部电影改编自修女海伦 普雷金、Helen Prejong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死球和修女之间的故事 影片不仅获得了奥斯卡多项提名 还让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 赢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蒂姆、罗宾斯和苏珊、萨兰登的关系 两人曾是好莱坞的黄金情侣 虽然他们从未正式结婚 但在一起度过了21年的时光 有人打趣说 罗宾斯和萨兰登的关系 就像萧胜克的旧书中的安迪和瑞德 Red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始终相互扶持 除了导演和演员的身份 蒂姆、罗宾斯还是一位 热心公益的社会活动家 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 关注人权、环境保护等一体 有人调侃说 罗宾斯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越狱者 他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社会的不公 总的来说 蒂姆、罗宾斯的职业生涯 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 从囚犯到导演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书写了一段传奇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生活中 他都展现了一个艺术家 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 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力量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毕竟 就像《萧生克的旧书》中的那句经典台词 希望是美好的 也许是人间至善 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摩根、弗里曼、叙述大师的魅力 摩根、弗里曼 这位叙述大师的名字一提起 仿佛就能听到 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 在耳边回荡 弗里曼的声音 不仅仅是他的标志 更是他魅力的核心之一 让我们一同探讨 这位传奇演员的魅力所在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弗里曼的声音 堪称上帝之声 事实上 他在电影《冒牌天神》中 真的扮演了上帝 这个角色 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试想一下 如果上帝真的有声音 那大概也会像弗里曼这样 充满智慧 温暖和权威感 弗里曼的声音 不仅能让人感到安心 还能让人觉得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弗里曼的叙述能力 在纪录片《地企鹅日记》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的叙述 不仅赋予了影片深度 还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南极 亲眼目睹 这些可爱的企鹅们的生活 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弗里曼来叙述你的一天 哪怕只是你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也能让这变成一部 引人入胜的大片 除了声音 弗里曼的演技 也是无可挑剔的 他在《萧生克的救赎》中 饰演的瑞德一角 成为了影史经典 瑞德的智慧和坚韧 通过弗里曼的表演 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 有人说 弗里曼的眼神能讲故事 他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皱眉 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 有趣的是 弗里曼的演艺生涯 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成名前 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挑战 弗里曼曾在一次采访中 幽默地提到 他年轻时 曾梦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但最终却成了一名演员 他笑称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 因为没有成为飞行员 而感到庆幸的人 因为我发现 我更适合在地面上 用声音飞翔 弗里曼的魅力 不仅在于他的声音和演技 还在于他的人生态度 他一直保持着 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工作的敬业精神 即使在年过八旬之后 他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继续用他的声音和表演 打动人心 总的来说 摩根 弗里曼不仅是一位叙述大师 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 他用声音和表演 带给我们无数感动和启示 正如他在《肖深刻的救赎》中 所说的那样 希望是美好的 也许是人间至善 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弗里曼的魅力 正是这种美好的体现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一位对电影和人生 有着无限热情的解说员 今天 我们共同走进了 《肖深刻的救赎》 这部经典电影 探讨了它 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电影中的安迪和瑞德 用他们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 希望的伟大力量 从安迪用一把小小的石堆 挖出通往自由的隧道 到瑞德最终找回 对生活的信念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境 只要心中有希望 就能冲破一切阻碍 我们还探讨了 蒂姆、罗宾斯和摩根 弗里曼这两位 杰出演员的职业生涯 罗宾斯从银行家到导演 弗里曼从叙述大师 到生活哲学家 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演绎了无数动人的故事 正如电影中的经典台词所说 希望是美好的 也许是人间至善 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总之 萧生客的救赎 不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堂关于希望 有意和坚韧的生动客 它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更是心灵的洗礼和启迪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对萧生客的救赎 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见解 你如何看待 电影中传递的希望 和有意的力量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也可以向我提问 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再次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记住 保持希望 因为它能带你走出黑暗 迎向光明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